1990年代早期 其實現在都唱了二十多年 我也有幫過很多不同的香港歌手 去寫歌曲 其實那時候我就叫做剛剛開始入學 後來我回到加拿大 又出了一張唱片《二十多文章館》 之後就有很多人找我做製作者 然後就做了很多譬如鄭壽文 Shine、Cookies、雪凱琪 那一系列的歌曲 幫人做製作者就是從那個年代開始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日本文化 例如我們那些蝦日族 我想是其中一個最重的一系列的那班人 基於很簡單就是我兒子要在這裡讀書 因為其實我是太太的本人 所以現在就搬過來這裡 大家一起在日本生活 現在是吃草的時刻 自然就吃了一個很甜的 這間本多劇場我超級重的 因為夏北仔這裡有很多 mini theater 很多人做戲劇 我們在這裡搞 和那些很underground的 theater Umesu katsu 即是梅桃一行 它是一個我最喜歡的漫畫 啊!這裡真的 它一個經典就是一套漫畫叫飄流教室 它是我的一個最大的偶像 其實人民樽館的project 就是1998年的時候 就是香港的Sonic Music 最初來講呢 其實只是有一首歌 就叫大佬你想怎樣 大佬啊!你想怎樣啊! 大佬啊!你想怎樣啊! 你可以說聲嗎? 大佬我可以說聲嗎? 大佬��서 大佬是金其實 你好 你可以說聲嗎? 你好 大佬是金ogen 你好 你可以說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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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後來因為這一首歌曲 我就認識了一個Animator 就是營運金館負責訓話的家興 我們那時候就兩個人開始 我就負責做音樂、負責做影像 撞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慢慢發展到 譬如說有一個成績大碟的concept 真的好像jam東西 完全沒有一個難途 沒有一個難途也沒有一個目標 就是想做什麼 最初只有兩個人的時候 就慢慢凝聚了一班人、很多朋友 基本上每星期、六星期日就會聚集 就在我家的Base Time 加拿大當年其實生活也挺沉悶的 但對很多人來說 不是那麼多工作 不是那麼多節目 但其實對我來說 我只是對著我這樣的機器 或者我自己想到一些新的想法 其實已經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自己一個很大的成長的過程 好奇奇怪的 因為有Roland的人 就真的去找我 他說他們有一些新的Synthesizer 想找我試一下 有一天就叫我去一個東京的一個秘密基地 就有這部Synthesizer JDXA 我又試一下玩 我覺得很棒 想不到現在一些新的Synthesizer 出到你的效果 都很有影響 很厲害 接著他們提供了我一個工作 就是幫他這個JDXA 去設計了兩個Sound Bank 在一起的衣服 這部Synthesizer 打到藥日子 並不停地 那部Synthesizer 那種車子 再給你一部Synthesiz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开始做流行曲的时候,那时我不太知道怎么做流行曲的东西 因為當我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大部份我都是聽一些underground的, 就是一些另類的音樂,或者是一些,那時候我經常去rave party, 一些那些underground的techno,那類型的音樂居多, 所以我經常,就算我自己做音樂的時候,我都是留意很多編曲上的, 即是怎樣用一些聲音,怎樣用一些synthesizer,dream machine,去做不同的聲音, 那時候很多唱片公司那些高層的人,他們聽完我的demo之後,他們覺得, James,你的歌,我覺得那些聲音都做得非常不錯,很有趣, 但是你做出來的旋律,我們聽了很多次之後,都不記得, 那時候我開始想起,其實那個年代,我聽的那些日本的歌曲,那些旋律, 為什麼會這麼久,都仍然是可以stick in my mind, 即是在我腦裡那裡不會走,可能其實你聽到那一首歌之前, 即是在完成品之前,其實我可能做了十首歌, 然後那十首歌裡面,我再在裡面那裡,你開話計算, 即是在抽絲剝繭,還是怎樣將最好的部分,再放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